根據大陸財經界的統計 從2021年1月到8月中旬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市值淨減少4.29萬億人民幣 港股總市值淨減少4.98萬億 盡管A股總市值增加了2.1萬億 但三者合計下來 大中華股市的整體市值 淨減少達到7.09萬億人民幣 幾乎相當於中國全年的GDP增值 直至8月19日的當日 美國中概股和香港股市仍然持續下跌 投資人還不斷將資本撤出 與中國相關的金融產品